HELLO,我是馬波 HELLO,我是KASO 又來玩手機遊戲啦 這次玩什麼遊戲 不讓你說不讓你說 又叫組合模型 是呀 上網看到有很多人在玩 我們試一下 是很熱門的 我看到某些排名榜 試一下和大家玩一下 我玩過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是一般的 但也挺有趣和漂亮 是否因為我們玩太前關卡 我不肯定 我試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不過漂亮和有趣的方面 是OK的 這遊戲組合模型 它將所有東西都變成模型 你要去組合它 剛剛上一關 是組合了一隻鞋 鞋? 但它又不是... 直接開出來看看 先開出來給你們看看 這個是我組合完的鞋 它是怎樣的呢 下面會有一些模型的架 然後有一塊不同的部分 然後你要組合到上面的位置 然後組合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我覺得它有點牽強 因為其實它又不... 呃...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不肯... 如果這個組合模型的遊戲 它是設計到剛剛好 那一件布料 是同一件布料 就更合理 它現在是肯定把它變成模型 就叫你組合在一起 這個哪個呢 為什麼這個呢 躺下了嗎 這對鞋 好像有組合困難 有這麼難玩 這個是這裡 但是你放得不好 要放準一點才行 是 它算得很準的 還沒得住 還沒可以放這個 算了 那應該是這邊 沒錯 有三個藍色龍龍 然後可以綁鞋帶 但是它另外一邊沒有鞋帶綁 所以我覺得綁鞋帶這個位置有點卡 所以我為什麼就是... 還沒綁完 就是還有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對 就是這個 就是如果... 它剛才如果全部鞋帶是同一段 我一次放上去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分到一樣東西 它現在純粹是你的角度看到什麼 這個應該是這個 我勸你先不要放這個 因為如果你先放一些前面的東西 你遮住後面的話 你就會很難組合 但是只有... 這個還有什麼 還有蝴蝶結 這個是鞋頭 沒錯 這個遊戲很難玩 呃... 是有一點點... 不會有聲音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是用你... 向著看著那個方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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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組合這個方向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組合一塊 遮住你要組合後面的東西 你組合後面的東西 你會對不到位 你會看不到 對... 對... 玩了兩關之後的心得 好像玩了很久 好像玩高達模型一樣 呃... 不像... 一點點 耶... 那我們試一下 先玩下去 看看它... 我覺得很難玩 很難玩 但OK 不是你說的 我覺得OK 我覺得有點不合理 如果它真的整塊... 我可能組合模型的人 會覺得有些... 都不是模型 有說什麼模型 對... 對... 不過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它有做到 它這間公司會出過幾個不同系列的東西 應該... 如果我記得 是不是行李箱的 也是這間公司 應該我們之前也有玩過的 這裡呢 應該是一個魚缸 我們要組合一個魚缸 魚缸 要有什麼... 底板 我們要找找哪一塊是底板 這個... 這塊... 這塊是底板 這塊是底板嗎 這塊是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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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才是底板 好... 為什麼呢 然後再放這塊東西上去 怎麼那麼奇怪呢 咦... 又不是啊... 沒有理由 我已經倒了這個箱下去 先放這個箱 然後再壓一塊底板下去 然後呢 就可以放些水了 放完水之後 就可以順手放上條魚 條魚... 在哪裡 在這裡 魚不在這裡 條魚在這裡 條魚在前面 不知道在哪裡 放個石子上去 不是... 這條魚是在這裡 咦... 這條魚被一棵東西刺住 刺住的 不行 你看... 這塊石一定是放在這個位置 但它不斷 為什麼呢 因為我擺錯了這次座 咦... 會不會擺錯了次座 可能是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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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水... 放... 把水... 放... 把水... 放在水上 哦... 好耶... 就是這樣 這個... 我們看看會不會到後面有更有趣的關卡 可以繼續玩下去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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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試下一個 好可愛 每關完之後 會送一把鎖匙 鎖匙來開一些新的關卡 所以你看到 你一開始玩的時候 你有把金色的鎖匙 你可以直接開一個 十九個關 是嗎 是啊 它其實在美化你家屋 你應該玩完之後 你整個家屋的擺設 我們試一下之後 試一下之後 十九個關 YES 這個難得我媽媽 能認得 不知道要開什麼 嘩 什麼 武士刀 嘩 刀架 對 應該有四個正方形的東西 我猜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另一邊 對 OK 我知道 然後開始找 這兩條東西放在上面 之後 就產生了幾個洞 我們就按那個洞 然後組裝 應該這個放在這裡 沒錯 嘩 那這個金色的呢 這個就上面 你下面那把刀 不用的 不用的 應該照樣放進去 欸 不行 哦 哦 哦 蛤 要回頭 怎麼回頭 神經病啊 蛤 真的只有一次嗎 剛才我有提示的 你放進去有些東西 忘記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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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小心 這些 我覺得最難玩 是你只有一次 要跟次序 咦 我覺得好玩了 原來要跟次序 好難 這遊戲有點特別 這遊戲 這遊戲 我比較像組裝 我以為真的可以亂來 可以亂來那一刻 真的不可以 原來不可以亂來 要想起來 好難 等一下 是否送一把金鎖 不是 我會讓你跳一次 咦 我們還有銀 可以再玩後一點 不如再試一把後一點的關卡 給大家看看 前面那些應該比較簡單 真的 你看到 一邊多了一些房子 而且它有很多關 它有 這麼多關 嘩 可以玩後面的 對 還有一些星星 代表它的難度 58 是甚麼來的 看看 會不會後悔呢 我們 不會 沒有理由銀色比較難 金色是最難的 不是 金色是 某些關卡是要金色的 嘩 嘩 嘩 簡單 不難 我已經大概理解到 位置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先放好底 放好底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先放進去 沒有啊 會擋住其他東西 會看不到的 咦 暫時都沒有 先放在這裡 嘩 好難玩啊 幸好 如果不是你沒有了 鑽嘴 嘩 所有金色 又是另一個 都不用 放回去 這裡還能放到 沒有影響 兩個都放不到 都沒有影響 都可以 這遊戲可以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試試找 你玩 剛開始的評價差很遠 我覺得還可以了 但是 不是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但你會覺得很舒服 這遊戲沒玩完之後 好自餘 好自餘 你好像做了一堆 亂的東西 撿回乾淨 感覺很舒服 乾淨 這樣 好了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自己去看這遊戲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次回來再看看 什麼玩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 拜拜